作曲 李洛明 其實我們很多學生現在都在旁邊 這其實應該可以讓學生自己來講 我可不可以請我們現場的朋友 你們往你們的右手邊看 其實右手邊有兩個白帳篷 對不對 白帳篷的第二個 上面有一個紫紅色的牌子 台大新闻议论坛 可不可以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同学 一个很大的掌声 谢谢 谢谢 同学应该可以站起来回应一下 好 太棒了 我想就像沈老师说的 我真的非常以我们的同学为荣 然后必须告诉大家 因为媒体常常都说 学生是被策动 被煽动 这些学生都不是我策动的 他们跑得比老师还要快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所学会会长彭晓婷 或者是其他同学 如果现在有空 因为他们都很忙 说真的 他们在非常有限的人力里面 24个小时轮班 然后不间断地提供 从3月18号一直到今天 这个整个学运的现场的新闻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绝对不是任何策动或者是有组织 有组织的行为 完全是学生自发 那我想可能我可以就我的了解了 来帮大家回顾到现场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可以在第一时间反应这么快 那个据我据我当天的了解 其实当时在第一天 其实就是在场外办一个活动 对不对 就是说针对这个国民党的张庆忠委员 30秒就把这个这么重大 攸关全台湾所有人的利益的 这个两岸服贸协议 就把它送出委员会 然后就说进了院会 那这个事情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民怨 那我想这也是促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反服贸浪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列点 那当天就是有团体在这边办活动的时候呢 那学生他本来其实是在做他们的课堂作业 那因为我们是新闻所 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强调实务训练的一个学术单位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实作课程 都是让学生从做中学 那他们自己去发掘在台湾社会的重要议题 他们自己以这门课老师的要求是 他们自己去选择一个重要的议题来报道 那我就我所知 正好我们有三位同学 他们当天就选择了这个议题 所以他们在那一天的白天就已经到现场来 在这边做现场的采访 然后当然也超乎大家的预期 其实没有人知道那天学生有预期要冲进去 所以我们的学生就在第一时间就发挥了新闻工作者 该有的热情跟敏感度 就跟着一起冲进去了 所以他们在现场里面很快 第一时间因为学生就进去 然后马上这个现场的布置 还有跟警察在那边对峙 所以他们很快第一时间就用手上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薄弱的新闻工具 就是他们的手机 然后拍了现场的画面 然后马上把它传出来说 现在学生已经攻占了立法院议场 然后那时候透过脸书的传递 然后我们其实在办公室也很快就看到了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 第一方面觉得我好高兴哦 第一个现场报道的新闻 居然是从台大新闻所的学生发出来的 然后第二个我默默的想说 这个品质实在不太好 不过他们后来很快就改善了 那我想这三位同学 那另外一个我想也想在这边 也肯定我们同学 我相信各位也都知道的是 台湾第一个上国际媒体的英文新闻 也是台大新闻所的学生发出去的 那我想这个等一下也会牵涉到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公民新闻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这三位同学里面呢 有一位同学刚好英文很好 所以呢他就赶快到了这个CNN iReport上面赶快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就把台湾的学生 占领立法院利益异常这件事情 马上就透过CNN的iReport的网站 就公诸于世了 所以我想确实在这个事情上 它其实是有一些偶然的成分 那不过在这边确实可以看到 同学们他们作为一个未来的新闻人 他们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的技能跟热情 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也很明显的展现 那就我所知我后来问到我们的同学 他们那一天晚上就一直守在现场 那后来他们三个人守在现场还不够 后来就很多同学就一起加入他们 那新闻所的同学加入他们还不够 还有很多包括政大的学生 那我不知道福大有没有同学来 那还有交大 很多听说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一起加入了 所以我想在这边就跟各位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希望 这个就是台湾的希望 谢谢 有这几年我们经历过了例如士林王家的案子 还有大府的强制拆迁 来包含这一次的学运 我们开始反思政府的国家暴力 跟人民之间的权力之间的冲突 那当我们开始反思到底为什么要印法行政 那人民的权力的范围到底多广 到底人民有没有不守法的权力 到底人民所谓公民不服从 就是人民可以不守法的权力 那中间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暴力 到底这个暴力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好像因为有暴力的产生 所以我们可以有某种的不服从 或者是因为有某种的暴力的产生 政府有正当性可以进行强制的压制 那我们这次经历过很多次的跟国家机器之间的意志的冲突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高律师 就是很多人一直挥之不去脑袋的概念叫一把行政 包含我们的总统 包含我们的院长不断的跳针 一直在谈一把行政一把行政 我想请你根据你法律人对于法律的认识 你觉得依法行政的理由跟这次的行动 所谓的暴力 您的看法到底是什么